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炎炎夏日啊 中國最近又限電了 我們7月初才做過關於 中國各地輪番限電的話題 那這一次四川跟重慶 從8月15號開始 無預警的宣布限電 多家的工廠企業也紛紛的停工 並限制用電到8月24號 會不會再延期呢 這個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我前面說的 這是工商方面的限電 但民間方面的限電 則是每天每區輪番限電 2到3個小時不等 在工廠上班的人 那你的這個工廠會停工 你也沒有辦法去工廠上班 那沒有去工廠上班 你就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 那你就在家 最近那麼熱 吹個冷氣好了 不好意思喔 每天會限電2到3個小時 你可以想說 那我去外面的商場 如果那個地方也在限電的話 你就必須要活在這樣的氛圍下 而上海陝西福建 當地的政府經濟相關的單位 接連發文給這個四川 與重慶 要求他們供電給這個特斯拉 結果這個公文被爆出來之後 被罵的是 特斯拉 與上海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上海發了什麼公文 四川跟上海同為我國汽車重點發展地區 與四川多家汽車零件企業 建立了重要的供應合作夥伴關係 近日 我尾收到 上汽集團與特斯拉公司的反應 受四川省 五個限電的影響 所以這些汽車的零件都無法出產 導致這個上乘汽車 跟特斯拉零件出現的短缺 影響了整台車的這個銷售 那他現在是希望四川或是這個重慶當局啦 應該要供電給這兩個企業 那其實不只有上海啊 福建還有這個陝西都有發類似的文 裡面還有一個上汽集團 這明顯就不是美國或是歐美的公司吧 那為什麼就單單只挑出裡面境外勢力的 然後特別只針對上海 所以我說中國地域歧視真的還蠻嚴重的 欸你怎麼不去罵福建 你怎麼不去罵陝西 為什麼只罵特斯拉 這個我也不需要講了吧 因為他是美國的 我們去微博上看一下 就知道到底有沒有限電的問題啦 一碗豆花的網友說 朋友圈刷屏 今天四川的每一度電都來之不易 普通人能做的不多 空調保十二十六度以下 隨時關電器 杜絕不必要的浪費 近期四川各地持續高溫 當前電力供給緊張進一步加劇 成都部分 寫字樓根據當局的統一部署已經斷電 好這個叫做浪上一浪花的人 他有在講為什麼大家只罵上海的原因 基本上九十趴的四川網民都在罵上海人不要臉 為什麼要把電給上海 四川人都要熱死了 什麼東方明珠搶四川人的電 上海人不要臉 所以他講的這個很明顯 他們以為上海要跟他們四川搶電 但其實上海跟其他省份只是希望 四川的政府啊 應該把電分配多一點給特斯拉跟這個汽車產業 下面這個網友回覆 民用電都困難了 現在還發文件支持工廠用電 經歷過高溫寒停電的人都應該都很氣吧 四川那麼多工廠 軍工央器哪個不比他特斯拉的零件重要 其實你們也不用糾結到這些文件裡面 有沒有寫 需確保民生用電的情況之下 你再把多餘的電給特斯拉 或者是這個上汽汽車 你們中國連法律都有寫也沒做到 所以也不用特別寫這個 因為中國的法律就是領導的看法 就取決於四川的領導 或是上海的領導 怎麼去解讀 這段話不需要你們的解讀 他解讀就好 因為他是領導 天哪到底你活在中國 還是我活在中國 好我們都知道 中國自從2020年底 冬天就開始大規模的限電 再來就是2021年的年底 也是大規模的無預警限電 尤其是在東北 還有江蘇那一塊 南京嘛 限電了10天到15天不等 吉林當地的政府 更是宣布 好像12月開始 無預警 宣布停電到2022年的3月份 那這些公文跟通告 你們自己去上網找 應該都找得到 而你們這一次大規模限電 然後你們罵的是特斯拉 跟上海的完全是問號啦 在台灣不管是什麼理由 停電喔 電槍老舊 被人破壞 或是跳電 或是這個火車出軌 撞到電槍 不管是什麼原因喔 哪怕幾個月一次 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不等 通通都會被我們台灣人民罵 而這個執政黨 他下次選票就會減少非常多 而最好笑的是什麼 你們小粉紅也會跑過來罵 結果你們自己限電 比台灣還誇張 結果你們還是依然的愛黨愛國 希望台灣跟你統一 然後台灣就不會缺電了 你瘋了吧 今天你自己小孩考了20分 然後你覺得他很棒 別人家的小孩今天考60分了 他被他的家長罵 你還拿著自己小孩20分的成績單 20分的後面補一個0變成200分 然後跑過來取笑 他們家的孩子 怎麼也是考60分 你看我們家的孩子考了200分耶 然後很明顯20後面那個0 是多畫上去的 然後你還罵說 你不如讓你們家的孩子過季給我們家吧 再來啊 網路上什麼月入1,000、2,000啊 中在沒黑 我們帶大家來看這個微博熱搜 剛畢業就月入3萬人民幣 是什麼體驗 這個熱度高達了1.4億 那這個是在說什麼 深圳的工程師 跟這個人工智慧AI單位的行業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微博上的一些網友留言 你看一下 這個微博上 這他媽微博上的那個投票哦 你畢業10月薪多少 5,000塊以下的 占最多2.7萬 台灣底薪都不到 5,000到1萬的 2萬2到4萬2台幣的 占1.1萬 還剛畢業沒工作的 還占的比1萬塊以上收入還多 你們平均就是落在5,000上下 你們就硬要說1萬2萬 那他媽這都是台灣人過去灌票的是不是 雖然他們的位置下面都有顯示 不過沒關係啦 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這都不是月薪3,000的人該考慮的事 小編你月薪多少 這是我們體驗不到的 3萬畢業前3,000都不夠吧 杭州又買熱搜了 又讓一堆人去內捲 畢業時3,000塊人民幣 雖然耿耿於環 但也只有努力了 2012年剛畢業的時候 我的月薪是1,700塊人民幣 現在人家兩個月工資是我的年薪啊 說明國家覺得月薪不到 3萬塊的人都該反思一下 2,000起步 3,000原地踏步了好幾年 你問我月薪3萬是什麼體驗 有時候上我節目的小諷也說 他們月薪3,000、4,000 在微博上是不是也看到 大部分留言都是3,000 3,000塊多少台幣 1萬5不到 這個人說剛畢業月入過萬的 好像真的不多見 即使有名校的光環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會發現這一類人 天天進出寫字樓 每天都要加班 有些人甚至已經開始禿頭了 也沒有到3萬塊 從全國範圍來看 不要說月薪3萬 其實月薪過1萬人民幣 大概4萬台幣的 就已經是少之又少了 假如一個人的月薪可以到達3萬 我認為可以至少超過百分之 全國98的中國人 你看下面都說 太羨慕了 太爽了 這輩子都達不到的高祖來自四川 你們就一直看你們的 漂亮的高樓大廈 都是企業家 都是黨的就好了 你們很開心就好了 不要想要去統一 我們這種破破爛爛的台灣 我們太窮了 不值得你們去統一 知道嗎 我們最後再講到一個 2017年就已經很火的新聞 現在不曉得 為什麼又被炒作起來了 標題叫做 官方辟謠 100名中國人 在瑞士銀行的存款 高達了7.8萬億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也蠻多人討論的 畢竟 100個中國人 能在瑞士銀行存到那麼多錢 而這100位中國人是誰 是不是都是黨裡面的人 為什麼錢都在瑞士銀行 通常你存了7.8萬億 那就代表說 你拿去買基金 買股票 或是投資房地產 會更多 那些100名中國人的資產 不只7.8萬億 聽懂我意思嗎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都數了幾遍 才明白這後面有幾個零 嘴上批評歐美 結果子女全在歐美 還有賣官的喔 來查一下河北 其實基尼數據一直都有 國家統計局都能觀察到 至於信不信就是一回事了 自從佩洛西訪台的時候 瑞士就發過聲明 如果中國打台灣 我們就制裁中國 現在又傳出了 100名中國人的存款 7.8萬億 在瑞士銀行 可想而知 為什麼不敢打台灣 這個中國網友說得很忠衡 我為什麼一直很料定 中國共產黨不敢打台灣 多少的子女跟財產都在歐美 他們畢生在中國割了韭菜 那就是為了以後老了 讓自己下一代去歐美享受 他還要去冒這個風險打台灣 讓自己的後代 沒有辦法去花他割韭菜賺來的錢 不用想了 如果我今天是中國高官 我也是會喊那種 攻打台灣 巫桐台灣 讓你們瘋狂 背我割韭菜 沒差啊 我讓我的子女 在民主自由的國家生活 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們還不明白嗎 官員有著不該有這個 公布財產的隱私 你現在就想要社會福利 以後你想要什麼 我都不敢想 看看這些 這是我們這些聘民人知道的嗎 然後有個叫做不吃小南瓜了 有網友說 為什麼會有人相信 這一百名中國人 存瑞士銀行的 是真的呢 因為他認為這是謠言 中國的官員資產 是不能公布的 他不像我們民主國家 官員如果要出來競選的話 你的資產是要公布出來 這樣我們才知道 你有沒有貪污的可能 起碼 你貪污的那個力度 會變小 只看標題確定了 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肯定是假消息 因為絕對不只一百名中國人 俄國富豪在那邊的錢 能拿回來嗎 這些中國網友真的是 非常的看得清楚啊 然後呢他這個官方辟謠啊 官方也只是弄自己的一套邏輯 去推演 他只是拿出這個的可能去辟謠他 他沒有拿出一個實錘的東西 我們來看下面的精選評論 被屏蔽 我在接受這個大紀元採訪的時候 我就講過 你要如何驗證 中國的這個訊息是否是真偽 你看一下 各大媒體有沒有開始開那個 官方辟謠 有沒有開始在限制你的這個精選評論 你不能去下面去嗆他 欸這大部分就是 官方在說謊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也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有喜歡見面 拜拜